这处宅院绝对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大豪宅 门口的这个看到了没有 这也叫旗杆院 之前我们也讲过 如果是文官得了功名 然后这个旗杆会插上 类似于文房四宝的毛笔 然后很高 门口插两个 如果是五官的话 就会插上两根旗杆是兵器 这样的院落很少见 在太行山的深处 没想到见到了一处 这也是五门香兆院 我们进去看一下 从这个门口进去之后 总共五个门 布局也是非常的精美 这里有砖刀石调 这是石调 每路同春 这是一道门 进去之后 门口应该是 以前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室 这是第二道门 进来之后 这就是第三道门了 中间这个门就 它是个 也算是一个迎备墙 它是个宜门 平时是不开的 如果说这里打开了 那就表示着今天来的客人非常的尊贵 然后主人要接待这个非常尊贵的客人 这道门是要打开的 平时走的时候是不打开的 这就是它的正屋 第五道门 整个院落 就是这样得名 五门香兆院 这里是河南省赫壁市的 施加沟村 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古村落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五门香兆院 就是施加沟的李家大院 这一处宅院呢 也是李家大院其中的一座 我们进去看一下 跟刚才的那个比稍微有点逊色 但是院落保存的还算是相当完整的 这里有被开发过 现在大家来的话 如果喜欢这样的古村落 自己来的话 也是不用收费的 这是一个大贡桌 就是烧香 这里是东风的土地 一个神堪 大门上写着竹包松望 意义着后代 繁荣昌盛 竹和松 梅竹松我们都知道吧 这是岁寒三有 寓意着 一般在照壁上 我们能多见的 梅竹松鹤图 寓意着松鹤延年 这里呢 这一处 没人 没人居住 也就是说 现在它还没有开发好 应该是 保留的还算是相当 相当完好的 古建群非常的大 我们跟着镜头 已经到头的去看一下 整个施加沟的古建群 以李家大院为主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古建都是李家大院的一部分 那施加沟为什么没有姓施的全都是在咱们看到的这些古建都是姓李的呢 相传的村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村子最早呢 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 现在也有四五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相传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姓施的一个大老爷 来到了这个地方 人品也是特别好 就在这里起房建屋 于是有了这个村落 有了这个村落之后呢 村子慢慢慢慢开始发达 之后呢 就牵来了很多其他的姓施 有姓韧的 有姓菜的 也有姓董的 之后这个 他们就在这里很和谐的发展 村子里面的人也都是 石墨 石念 还有这个毛驴什么都是共用啊 生活的非常的和谐 可是呢 好景不长 对吧 这个姓施的 也就是这个施加的大老爷 还有姓董的 这一户 然后就这两个姓氏 大家族发生了一些矛盾 什么矛盾呢 那是很鸡毛蒜皮的一些事啊 咱也不知道是 具体原因是什么 反正就是 起了一些矛盾 那去矛盾之后呢 这个姓董的这个大老爷呢 他就 在这个丈量地的时候呢 就是土地 古代他们都种很多土地 丈量地的时候 在这上面做了一些手脚 做了一些手脚呢 就让把施加的啊 把施加的这个地多画了几点 那施加的老爷呢 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 嗯 于是呢 在村里面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说 这个董家的大老爷就说 哎 那施加的人不讲究啊 你看这个地 画地的时候 他们多画了一点 他们多画了一点 给我们少画了一点 这施加的道老爷 在当地是非常有名望的 施加州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姓氏 对不对 有姓氏的 有姓董的 有姓韧的 有姓菜的 他们为什么起名叫施加沟 就是因为施加人 这个大老爷 他非常的慷慨 为人也是非常的好 在村里面 名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呢 这个村子怎么起名呢 就是叫施加沟吧 嗯 但这个时候呢 董家的这个人呢 就想个办法 就是他们发生了矛盾嘛 就是说丈量地的时候 给他多画了一点 那施加大老爷肯定是不知道 自己也没做过这样的事 就是非常非常坚定地说 你放心 我要是画地的时候 把我们家的这个地 多弄了一点 或者是这个戒碑上 然后动了手脚 我带着我们施加的人 离开这个村子 从此再也不回来 这就是当时施加大老爷 说的一句话 这个村民们呢 一听都知道 这个 都知道这个大老爷 他是非常非常的 人品是非常的好 于是呢 众人呢 就来到了这个山野间 丈量这些地 但是呢 结果呢 就是施加的地 确实是多了粮母 多了粮母 施加的大老爷 他不知道呀 是董家大老爷 做的一个手脚 是不是 但是他既出了这个 既说出了这句话 于是呢 他也是非常遵守 君子一言 赫马难追的那种 他就 他也不问这个结果了 他也不问这个原因了 那他肯定知道 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就带着自己的家眷 离开了这个施加沟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古村落 他就离开这里了 也是非常非常的 有一点悲凉啊 于是呢 董家呢 这个大老爷 就继续在这个村里面生活 可是呢 这个只是永远 包不住火的 对不对 这个谎言呢 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天 又过了几年之后 然后这个谎言 被村民们揭发了 就是知道了 是董家人做的这个手脚 把施加人 赶了出去 那当然知道真相之后 村民们对这个董家人 肯定是 心怀不满了 对不对 这董家的老爷 也是一个讲排面的人 那于是呢 也挟着自己的 这个家眷 所有的这 这个后人 也离开了这个施加沟 于是呢 这个施加沟 没有了姓施的 还有以前这些大家族 包括姓董的 慢慢慢慢 这个姓李的 在这个村落里面 就开始 开枝散花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家族是越来越大 这就是 施加沟这个故事啊 这也是 很多当地这些村民 他们也都知道啊 本来这个楼是能上去的 就从这些地方 都是能上去的 但是 今天这个天气不佳 连着下了几天雨啊 这里面都是 滴着水呢 我怕不安全 所以我们就不上这个楼了啊 这是李家大院 非常有看点的一个大楼 也是怨怨相通 你看我们从 刚才那个院楼 走 走到现在这个院楼 都是 几乎上都是五门相照院啊 我们出去也可以看一下 身后有一个正房门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二进的一个小门 从这个小门出来之后 然后这边还有个门 布局非常非常的紧凑 这也还是充分的证明了 当时这个古代人建房的一个智慧 因为身处大山 没有以前没有很多的这个机械攻击 开山凿石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说能利用的建筑面积 他们都是利用上了 房屋也是层层的啊 在这个山上 远远的望上去 你就像是挂在山上的一个小村落 从这边出去之后 然后上面还有一处大宅院 这就是目前来说是李家大院 我们所能看到古建群的完整的一个 呃房屋 刚才看到没 我们是从这个院落进去 讲的施加沟的一个故事 讲了一圈 从这里我们又出来了啊 走到这里 上面这个呢 是李家的第五号宅院 但是这个呢 好像是 并没有过多的开发吧 门门倒是 门口倒是做的比其他的都是大啊 但这个大门非常的大 但是里面感觉是非常的 黄 看一下这里面好像没人 没人修它 这处宅院已经是挨着后山了啊 你看这个 后面就是这些太黄山脉的 那些大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太靠后了 走 既然来了 嗯 也带着大家进去看一下 门口贴的有这个 春莲 我还以为这家是有人住的 但是昨天来过 往这连连一看 确实是没有人住 后面的石头 后面的石头已经长满了青苔 就是这样一个小院了 这个小院子呢 有一点小四号院的一个感觉 这处四号院呢 要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五门江兆院 相对来说面积上是大一点的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四号院的空间布局 而是我们现在出去看到进门处它的一个面积 都是比我们香兆院要大的 总觉得呢 我们香兆院这种建筑布局有一点像南方的一个建筑风格 因为北方这边很多的这些大院 建的都是非常的阔绰气派 要不是深宅大院高宅大院 对吧 但是我们香兆院总是有一种江南流水 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感觉 从这个门出去 整个石家沟的古建群 也就是李家大院 我们就完完全全的看完了 古建群保留的相对于比较完整 这里也是有非常多的老人留守在这里 对 刚出来看到这个老爷爷 他就是李家的一个后人 居住在这个院子 刚才我们进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他 就是他就是李家的后人 昨天跟他聊了好久好久 好 这个就是太行山深处河南省鹤壁 石家沟的李家大院古建群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